乐活门城,事情闹大!范冰冰冯冯小刚等人被爆出更多猛料!大部分在加拿大。 这段时间由崔永元一条微博引起的瓜不仅没吃完,还越吃越大快,范冰冰冯冯小刚已经娱乐圈众多大佬都牵涉在内。 而国家税务机关也在最短的时间内介入这件事情开始展开调查。 娱乐圈这段时间很多明星都低调了不少怕自己受到牵连。 不过,站在风口浪尖的范冰冰倒是一副不受影响的样子,前几天是她和李晨的三周年纪念日,她还去了美国。 两人被拍到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看起来非常恩爱。 根据范冰冰妈妈的说法,范冰冰这段时间失去美国度假了,不清楚什么时候回国。 但是有知情人士爆料,两人住在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的总统套房兑换了1500万美金的筹码。 两人去赌场豪赌,并且把1500万的巨额筹码都输掉了。 但是又有自称范冰冰身边工作人员的人爆料说范冰冰一直待在剧组,几乎没有离开过。 这里乐活君就有点不能理解了,范冰冰妈妈不是说范冰冰去美国度假。 朋友在一起度假都不出去玩每天就待在剧组,这话可信度是不是有点低啊。 不过不管他们有没有去豪赌等回国之后等待他们的都会是国家税务机构的严格审查。 自从崔永远曝光了娱乐圈大小合同的问题以后,很多重量级的大媒也开始对娱乐圈偷税的事情开炮。 这句拔出萝卜带出您让娱乐圈人员自危,看来这一次这件事真的是不可能轻易姑息了。 到了这个程度,国家税务总局都已经出动了,必定要经历一番腥风血雨了。 国家税务总局已经督促无息税务部门动手查证,范冰冰的工作室的财务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崔永远还爆料说,自己手里有一推明星的阴阳合同,税务部门需要的话,可以找他。 而崔永远很快又多了一个神队友,爆料范冰冰的偷税金融起码已经有五个亿了。 这个神队友是黄毅清,也就是黄毅的前夫。 这个人虽然在圈子里面的口碑并不好,但是料一般都是比较真实的。 之前的狗恩事件,黄毅清就没少掺和。 各种爆料加号助攻,结果反正也不用乐活军说了,狗恩彻底凉凉了。 这回更狠,黄毅清还实名发了一个实锤,爆出了范冰冰涉嫌偷税的账户姓名。 他同样也喊话了国家税务部门,有需要的话他连偷税的银行流水都有。 一般来说,没证据的话,应该没有人敢实名举报,毕竟冰冰解释杀人,要钱有钱,要有人卖关系,有人卖关系,敢泼脏水。小心搞你诽谤。 所以,这次的实锤也是十分有分量,如果这些爆料都是真实的,那么范冰冰这次如果回得来,恐怕是要进去了。 而且这一次,连范冰冰的老董家冯小刚和华一兄弟也都一直沉默。 每次 caramel noteys红眼。 Thank you so much! 如果有 medical notice, Errat语会,请不